楊雄 楊維俊 蔡英文 詞 代表 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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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租程的大家講 巨長 陳 陳區長 還有台運大的林檬達到教授 也是我的前輩 也是我的曾經的同仁 他現在咸一咪也好 我正向他學習當中 更正一下資訊 我8月1號剛卸下系主任 現在教授休假當中 但是我受到讀協教授的徵召 那我的博士生是陳奕榮 王奕榮老師的 他跟我說老師我有個學生在土城開展覽 是不是你能夠過去一下 我說好沒問題 因為陳老師今天沒有辦法到 那我也代表一下陳老師在這邊 跟各位導讀一下 就是王奕榮老師應該是說 他繼承了近代的山水化的一個大臣 因為大風堂是張大謙 然後胡念祖老師是理學化派的創始 那陳正義老師剛剛剩下的弟子 那我今天看到王老師的畫作 我覺得你比陳正恩老師還厲害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王老師不但有大風堂 綠水化派的精髓之外呢 我在大學最崇拜一個花梁老師 楊賀錫老師 我大學的時候當然沒有錢去跟老師拜師 但是我買畫冊 所以我看他的用筆非常的精妙 那也有楊賀錫老師 那也有楊賀錫老師的這樣的一種 整個精髓 那另外呢 就是 台藝大人榮毅教授 歐好恩怜 歐大師 那歐老師 我這幾年跟他到大陸去 他是一個 非常典範的一個大師 然後 他帶領的 近代的一個 山水花糧人路 都能夠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尤其嶺藍在 近代的總統會畫 也有在日本影響到一個脈絡 然後最重要的是他們注重寫生 那我從 王立榮老師的作品當中 也看到這樣的一個典範 那所以 我說他比陳真摯老師還厲害的地方是 他集了大師的資誠 我們知道文藝復興的三姐 拉斐爾 他就是集米特朗基羅 跟達恩西的大臣 我們這邊也期許 王老師 繼續前進 那我想今天的這樣的一個盛會 是一個很重要的盛會 因為 朱檢察長告訴我說 是 王老師第一次的個展 我覺得非常重要 畢卡索曾經說 人類文明 主要是在文化 那藝術的 那藝術就是文化的精粹 所以呢 我們今天在場的每一位嘉賓 能夠欣賞到王立榮老師的作品 可以說是 相當的幸福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是集台灣的藝術的一個大臣 然後在這個展場展出 那我要借張大謙的一句話來 祝福也勉勵 王老師我們一起在藝術路上前進 張大謙曾說 用底容易 用莫難 那 王老師 用底也好 用莫也好 但是有一句話呢 用水更難 那這個水法是張大謙說的最難 但是因為王立榮老師 有跟陳正志老師 某豪玲老師 這兩位老師他們的水法 用的水法是相當的高妙 所以王老師 用水也很好 水法也用得很好 是相當難度 我們在新北服務台藝大 那如果王老師有機會 也歡迎到台藝大來 我們再一同來努力 為藝術的路上開創更美好 謝謝各位 謝謝